妳最後一次 跟人家直接這樣表白 說我想追求我們 有什麼時候的 最後一次 近期 近期啦 近期 就是 邵宇薇修任上一次 被告白是他 其實我的生日願望就是 那時候說我想要可以 就是發片當歌手 黑拿邵宇薇願望成真 夾盟唱片公司 準備年底發專輯 我最近開始學唱歌啊 然後練吉他等等 就是好像有一種 新生的感覺 新生報到 但是最以前的目標 都包含可能讓自己 有一段好的姻緣這樣子 30歲 我覺得現在有點太忙了 我媽說30歲前 是絕對不可以嫁出去的 我們家的規定 因為我們家三個女兒 然後我媽媽覺得 女生一定要獨立 一定要靠自己 然後一定要有 自己喜歡的事情在做 所以立任男友都 30歲前不能嫁出去 妳有剛才講說 我現在不能嫁 好像很久以前 就跟媒體有講過這件事情 所以應該是 大家都知道 對 所以現在要追妳的人 就是要先知道這件事嗎 妳想怎麼樣 真的現在是沒有人追耶 所以感情比較 疾對一點 就是我必須要有人 直接很了當的講 講出來我才會知道說 喔 原來是這樣 不然 表白了 對 妳最後一次被人家 直接這樣表白說 欸 我想追求妳 有什麼需要的 最後一次 進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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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撞到什麼 就是立昂吧 立昂吧 立昂吧 以為前陣子 惹上劈腿負品 情形低落 準備轉型歌手 也試著調適自己 沒有一直讓自己 沈浸在那個狀態 平常說 我想說什麼 什麼被講成這樣 然後就一邊舉壓力 你知道嗎 一邊踩腳 一邊踩腳 拉扯的 可能男主角 就是找 他朋友來幫忙 來打起舞台 哇 這我還真的沒有想過 太遠了 那可能要看之後 之後的 給安排 少問妳